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小燕哥 是 大肚子好辛苦喔 真的 結果你肚子這麼大 你老婆都不管你嗎 這就是他餵的啊 你這樣好深嗎 健康很重要耶 這麼大 到時候萬一難產怎麼辦啊 你要不要好好講話 我這是關心你 我的意思說女人關心我們 那就是一個幸福的開始 所以說聽不懂大富貴 這個事情是對的好不好 今天我們就來聊了 人家說 女人老愛管我們男人 到底這是好還是不好呢 當然是好事啊 我們今天就請到了 管教男人 有如三娘教子一般 剛好三位喔 歡迎我們的女人團 而且三位各個是在 不同的年齡層 以及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 這怎麼會叫做管男朋友呢 這叫做愛 這是出自於一種愛 不是管 而且男人要願意被管 你才可以管得住 我們想得像媽媽嗎 那麼愛管 像 還滿像 我們不管表示已經怎麼樣 你知道嗎 對 事情就大錯了 對不對 這個是他們女人的說法啦 那我們馬上要來歡迎 講不聽管不動 我行我素 我們聯合國行男 來 多數男人都怕女人管 可是今天的行男們 有的心甘情願被管 有的則是反過來管人 像是獨立 希望把錢交給另一半來管 而夢多則是希望女友 宅在家裡不出門 到底行男們 有哪些管教的心得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因為管是一種愛的表現 沒錯 但是管過頭 那不是愛的 怎麼樣算管過頭 那是虐待的 這是一種虐待 尤其是在更深一層的 精神上的虐待 你離開啊 他才剛交起女朋友 不要這樣 而且這麼受不了的話 自己被虐待在那邊 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啊 我今天講的事情 跟我女朋友都完全無關 真的嗎 完全無關 謝謝 為什麼男人要管 是有原因的 我們問一下 宇人為什麼 因為像我之前有個男朋友 他就是出國工作一兩個月 然後其實這一兩個月的期間 我們每天都會用Festime 就是聊天 然後就聊到彼此就累了 想要睡覺才把那個視訊關掉這樣 這一兩個月 每天都Festime 然後我也不覺得奇怪 是一直到他回來台灣之後 他跟他朋友之間的對話 我開始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就比方講說 欸你那時候不是跟你女朋友 講說你要早點睡 你有跟他說你去哪嗎 然後我男朋友才坦承說 就是他有時候就是 可能比較早會跟我說他累了 想要睡覺就不聊視訊了 其實視訊關掉之後 他是跑出去夜店玩 但這種事不用騙啊 欸拜託這個還好 我之前在網路看到一個 一個女人跟男朋友是Festime Skype 不好意思 Skype 然後呢 就這個女的跟男朋友說 寶貝我真的很想念妳喔 寶貝我很愛妳喔 那我等一下要睡覺囉 男朋友說好啊 然後那個女的是忘記 你把那個寶貝關掉 結果一個黑人從廁所跑出來 幹嘛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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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說你是感冒 我就說你是性病了 你還說你是感冒 對 如果你要講限制集的之前 先把LAMI帶去麥當勞 但是你的男朋友不是這樣子 他都跑去夜店而已對不對 可能是因為你平常就是 他現在講到這個階段 當然只是敢說他去夜店 他跟什麼人認識 或發生什麼事他哪敢講 都已經發生了 他當然不敢講啊 所以你怎麼知道他是去夜店呢 因為他回來台灣之後 他跟他朋友聊天 然後朋友有說 你就是那幾天說你要早睡 你有跟你女朋友說你要去哪嗎 還是你去了哪有跟你女朋友講嗎 他被他朋友這樣講出來 他才不得已老實跟我講 會不會搞錯了啊 因為有一次我也是 我女朋友也是在國外 然後我也是跟他就是視訊完後 然後我去睡覺 結果他的朋友跟他講說 他在夜店看到一個很高的男生 就是我這樣 然後我女朋友一直一口咬釘就是我 然後我就一直說不是 真的不是 結果是臉順龍嗎 沒有 最後他朋友把那個照片給他 結果是高以翔你知道嗎 差點 你跟高以翔 有什麼差別啊 什麼東西啊 這就是亂講 對 你有想過高以翔的感受嗎 對啊 我跟你講你有病要去應付好不好 好啦其實我這個故事是剛剛想到的 沒事你們繼續 那時候就是在那個日本念書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FB 那時候還是MSN的年代 然後那時候我男朋友就講說 欸我今天要早點休息 因為他隔天還要上班 結果後來隔天我朋友就 就MSN敲我 等等等等 我說怎麼了 他說欸我昨天在華南威秀 拍到一張照片 那個人好像是你男朋友 然後他傳的照片給我看是 我男朋友跟別的女生實質緊扣 哇塞 你看你們男生是不是很犯賤 只要一不在 然後你們男生就會亂來 真的 真的是這樣 而且遠距離很有問題 像我也是一樣 以前的前男友是遠距離 但是其實說實在不是那麼遠 因為他只在香港 我在台灣 所以我們那個熱戀的時候 就很容易見面嘛 就是比如說每隔兩三個禮拜就會 我飛過去他飛過來 然後剛開始呢 都是他講話非常的 就是很正面 然後非常有希望 就說對啊我們的未來啊 我覺得我們不要那麼容易被打敗 我們要很一直走下去什麼的 突然之間喔 你就突然發現欸 他好像慢慢的 不像以前那麼的熱絡想要過來 然後就真正過來跟我講話的時候 就會莫名其妙就講一句 不是我覺得我們好像 很多地方有點不合喔 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喔態度變了嘛 可是呢 我覺得 這個男生真正讓我發現 他有問題的原因是因為他很笨 他跟我講說 你知道因為我很怕 我每次輸入那個帳號密碼 我很怕自己忘記密碼 所以每次人家問我說 請問你的密碼 我就會直接寫Password 你懂嗎 就是他的密碼 那個字就是Password 所以他這樣跟我講之後 我就會想說 不如來看看 因為最近他態度那麼怪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知道他的Facebook 你真的很 就很白的一個男生耶 他是其實 刻意要讓你知道的 是嗎 他是刻意要讓你知道的 不管怎麼樣 但是他每一樣東西 都是同樣的這個Password 對 所以他根本不怕別人知道 還是什麼的 所以Anyway 我就進了他的Facebook去看 然後後來才發現原來 他在全亞洲各地 只要是他有要去做生意的 那些大城市 每一個地方 都有一個女生在等他 那你還說他很聰明 聰明 這哪裡聰明啦 因為他在台灣的那個小環球 而且人脈就是錢脈 他要我沒關係 但是你有必要跟人家講 你的Password是什麼嗎 然後你有必要這個樣子 就是光明 所以你們那個時候 都多久見一次面啊 就是差不多兩、三個禮拜 而且見面的時候都很好 只是說 後期我開始覺得他變了 開始就沒有像以前 那麼正確 他以前都是很正確的 現在就不是這樣 那我後來我當然知道之後 我也沒有用這個來拆穿他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一個 會去偷看別人東西的 那我就沒有 什麼都沒有講 但是就是因為在下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就讓我看到他脖子上有 有被人家中一個黑氣 我才看到他 是不是 我覺得你們女生比較會愛浪搞 而且我是給他很自由 但是就是他是我女朋友 然後我在那個時候就在韓國 然後只是我離開的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而已 結果他跟我的同學就在... 不是在一起 就... 搞在一起 問題是 是我同學 就是我的親戚 同班的 然後發現他不是只有一個 兩個、三個 所以意思是我是沒有辦法 就是你沒有滿足他啊 你還誇張啊 你好啊 還不承認你秀貞嗎 你不能好好反省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做到 你該做的事情咧 對啊 夢多 如果我是你的女友 我也要偷吃 真的嗎 他都吃不飽啊 讓比小心 現在要找那麼多人對不對 而且你說你可愛 你有 後面雷米可愛嗎 真的 比較可愛 重點是雷米長一下小朋友 他還找得到哦 等一下 我是倒不到、藏不到、摸不到 好不好 這樣OK嗎 男人愛你才會騙你 真的 我覺得這句話真的是 我聽過最BULLSHIT的一句話